Hi! My name is Kai-1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支Sigma 150mm f2.8 微距、全片幅、防手震鏡頭 這支鏡頭已經停產了 所以它還蠻稀有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張保證卡跟說明 裡面還有一個塑膠的 專門給APS-C相機用的遮光罩 盒子裡面有說明書 有一個背帶跟一個鏡頭收納袋 OK 這就是我們的150mm微距鏡頭啦 然後它又附了一個全片幅的遮光罩 所以一顆鏡頭就有APS-C跟全片幅 兩種遮光罩 OK 所以這個腳架接環是可以拆下來 然後它還蠻有分量的 它整個是金屬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接到相機上面用一用看吧 這支鏡頭真的是真材實料 它從對焦環後半段這裡全部都是金屬的 它除了這個濾鏡接環這邊有塑膠以外 全部都是金屬的 那真的很重 難怪它要這個腳架接環 這支微距鏡頭有防手震 那它除了正常的開啟跟關閉 它還有分1跟2 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拍攝模式下面 然後進行不同的調整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它的對焦部分 那我覺得它的對焦速度不算太快 它就是你從近了然後對到遠的地方 因為它的距離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它就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拍微距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限制距離的功能 像是38公分到53公分 那你在拍攝微距的時候 它對不到焦的時候 它不會莫名其妙拍到無限遠 然後再回來浪費你的時間 這樣對焦速度也會稍微快一點點 這支鏡頭的對焦準確度 我打一個問號 就是我可能對焦在這一片蓋子 但是它對到後面這一片蓋子 但是我重新再對焦一次 它又可以再對到正確的位置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也用過很多Sigma鏡頭 也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那我也用過其他的鏡頭 所以應該不是相機的問題 是這支鏡頭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它就不想要對到 我叫它對的那一個點 那我又發現一個就是噪音的部分 那我覺得主要的噪音就是在對焦的部分 就是你對一個點 它就會這樣 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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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還滿明顯的 那它的防手震就是開啟的時候 它會 然後進行防手震 但是在運行的過程中 防手震幾乎是靜音的 主要都是對焦的聲音啦 OK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測試 這支鏡頭的部分 我們就會看它的銳利度啊 然後它的暗角啊 它的chromatic aberration 色散啊 還有那個紫邊現象啊 還有銳利度之類的 反正我們就要完整來測試一下 這支鏡頭的能耐 那我們的sigma150微距鏡頭光圈全開在2.8的時候 影像非常非常的柔和 色散的問題我覺得還滿嚴重的 它的spherical aberration 讓整個影像看起來有點夢幻的感覺 但是它的chromatic aberration 就是我們講的紫邊現象的部分 其實抑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想要解決spherical aberration的話 你可以藉由縮光圈縮到 F4.5左右 你的spherical aberration幾乎都解決了 那一樣呢 我們的影像品質可以藉由縮光圈慢慢的提升 那我自己覺得影像品質最好的範圍 是在F7.1到F13之間 如果你的光圈縮到小於F14的話 你的影像品質就會銳減 接下來我們要來測試 鏡頭炫光效果 背景虛化效果 對焦時的呼吸現象 如果你要拍攝影片的話 你要看一下 還有看看我們的鏡頭有沒有嚴重的變形 整體來說 這支sigma150微距鏡頭影像都非常柔和 但我覺得柔和效果就是鏡頭個性的部分 大家還是要依照不同的拍攝環境去挑選不同的鏡頭 可能這支150mm夢幻的效果 就非常符合你的需求 也說不定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sigma150mm微距鏡頭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邊的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請記得按個讚 我的名字是KaniYuan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 拜拜